小牛牛 小牛牛 我终于回家了 你终于回家了 这么想小牛啊 把她的玩具全放在床上了 说什么呀 这些玩具是放床上干嘛的 放床上给妹妹玩的 妹妹自己拿给她玩 哦 看看这小姐姐把她喜欢的玩具全放到床上给妹妹玩 我们妹妹也醒啦 看看 这是姐姐给你拿的小牛 她把她最喜欢的小牛拿给你玩呢 看我妹妹什么表情 妹妹 妹妹妈妈还给我买了汪汪队 啥是汪汪队啊 汪汪队都是阿琪他们的狗狗吗 那个动画片里的嘛 妹妹你回家高兴吗 当然高兴啦 哈喽小胖妞 哈喽小胖妞 这几天在医院里有点热 给她带的热了 脸上起了一点湿疹 看看这有小姐姐样吧 离她远一点不能压到她知道吗 知道 米酒爸爸在收拾东西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没多久 今天终于回家了是不是 好高兴 家里有小牛还有玩具 还有很多玩具 家里有很多玩具 还有小牛 还有睡觉的团 我真是太高兴了吧 高兴我晚上睡觉都睡不到了 妹妹说姐姐太烙疼了 ,是不是 奶奶要哭了 你家要睡觉哦 姐姐就在旁边烦是不是 不能把疯弄到她身上了 知不知道 是不是只能把疯弄到爸爸和我的身上 对 看看我们家小胖牛发火 哭一个 小胖牛哭了 小胖牛哭一个 爸爸抱抱 咋啦是不是饿了呀 饿了 饿了给他冲点奶吧 那两个抱抱 哈喽睡醒了 哈喽睡醒了 是妈妈呀 看得见吗 看吧我们小米酒高兴的呦 刚才还哭呢 抱手伤就好了是不是 妈妈抱手伤就好了 不哭了 米酒爸爸给宝宝喂奶了 听到了 听到了 刚在我腿上震得噼里啪啦的 你们家小米酒回来太兴奋了 在外面 没回家 没抱他的小牛 你这啥表情啊 我们感觉到了那个气味 小米酒去把你衣服换了 我们家这个小牛喝奶喝的也挺好的 我们小宝跟小米酒 我们小宝跟小米酒去 我们小宝跟小米酒去 我们小宝跟小宝 吃饭了 我们好用烤水 我们家里拉面 就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